上班去了 今天上班 中暖是第一个最新鸡的那个 工人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终于是准时中间踩点的 昨天呢网上给我带来了三个客户 但是呢一个想要成交的意愿都没有 今天我还在想着网上的客户会不会比昨天还多 但是啊直到中午啊 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 也没看着有一个客户点进我的头像框 一上午我基本啥事没干 就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 下午不能继续这么摆烂了 昨天客户太多了 今天客户一个都没有 连问我的都没有 这次实际上我很难受 系统呢可能看到我昨天用力过猛啊 可能导致今天我一个客户都没有 但是咱也不能摆烂呢 对不对 既然客户没有呢 咱们就沟通沟通业主吧 如果说你把客户说动了 他想卖他的房子 如果说最后的房子真的成交了的话 是有你的拆点 所以说沟通客户呢 也是我们这一行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我沟通的第一个客户上来就问我 他的房子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我告诉他的价格呢 还是那种偏高的价格 三万到三万五左右 这个客户呢上来就给我来了一句 这么便宜谁卖啊 直到我问了我的经理 我经理告诉我 他们当时买的时候 可能都是在五万块钱这个区间买的 所以说呢 我就在网上找了几个客户 咱们没有客户 咱们就去看看房 行了 我这还没等骑到呢 房东告诉我 租住去了 我们去看了 幸亏我没到 那人房东在问我 别一地打黑里面还有人 那可真的是尴尬死了 我这个自从没有房源了以后 就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提示感呢 就好像是那个电话销售一样 拼命地给人打电话 我的天哪 行了不说了 一会进屋接着打电话 问盘去了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啊 其实就能发现 广东的有钱人还是挺多的 我这个客户呢 是一个大叔 很爽快 说我有四套房子 都要出售 我的天 我一听这一看就是身家过千万的 有钱人呢 下午呢 本身的事情呢 也不多 所以说很快 都就到了下班的时间 下班之后呢 就简单的开了会 这个会的主要意思就是什么 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没业绩 没业绩 是会被总公司铲除掉的 但我这心想啊 不是说没有业绩 主要是没有客户 因为我是新同事嘛 所以说对于我的业绩呢 没有特别 过多的要求 所以说就让我 起早的结束了会议 我这就拎着包 直接下班就回家了 我靠 这一个会直接开了四十分钟 骑车回家吧 这天要黑了 平时啊 我一般都是 坐公交车回家的 但是今天呢 由于没赶上公交车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坐地铁回去了 反正今天呢 经理就下来了 最后的通节 就告诉 再没有业绩 真的就要回家了 但是好在啊 我是新人 前六个月是免考核的 所以说问题 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不大的 但前提条件 是这六个月不开单 如果说开单的前提条件下 那下一个月 就肯定也是要算业绩考核的了 这一时啊 我不知道是该开单好 还是不开单好 行了 别管那么多了 努力争取开单 那是最好 看看这灯红酒绿的佛山 我还要骑着我的 贯药单车回家 其实晚上骑车 还是挺好的 所谓的挺好的 是什么呢 因为一点要光也没有 就特别的舒服 其实晚上骑车 还挺好的 晚上的时候 有着一个小风啊 一吹 而且还没有太阳 骑车特别凉快 我是平时不愿意坐地铁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要骑车回家 骑一个十分钟 所以说我觉得有点累 但是我今天这么一起 感觉还可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